花姐我要求参加一个活动要写自我介绍 但是一个好的自我介绍是什么样的呀 什么叫一个好的自我介绍 很多同学把自我介绍当做了自我展示 批命地加上自己的信息和过去的丰功伟绩 但是你要明白一个核心的差异 你要理解这个问题 好的自我介绍不是展示 而是服务 你是要服务和帮助对面的那个人 或者那些人更好地记住你 我曾经听过一个段子 说为什么所有的奢侈品品牌当中 LV是第一个在中国普遍地红起来的 因为它好记 无论是广东人还是东北人 懂不懂英文 都可以非常轻松地念出LV 所以你会发现在中国大火的那些奢侈品 全都是爱马仕 LV 香奈儿 迪奥 这样特别容易念的名字 但如果是克里斯提鲁布托 你试试 所以它就是一个市场要小众和细分一点的奢侈品 那我们介绍自己的名字也是一样的 重要的是不是有多少的光环或者精彩 而是能不能让对方记住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的自我介绍我们就知道了 你至少要控制这么几个点 第一不要太长 不要有复杂信息 说太多就是给对方增加了记忆负担 第二解释某个字词的时候 不要用生僻的典故来解释 很多人特别愿意用生僻的典故来展示自己的博学 结果就是没人敢理你 因为他们会担心暴露自己不够博学 而且记不清楚 比如说有个人的名字里有一个记 你可以说上头一个雨下头一个旗那个记 但是你要非要说我那个记是雨过天晴的那个记 对方来说就会有点记不清楚了 你叫什么 你叫记 你还是叫情 你看就增加了对方的记忆负担 第三可以给自己加一点标签 方便对方管理对你的记忆 但是请注意不要给自己贴负面标签 比如一个人姓周 那你可以说我是周末的周 大家都很喜欢过周末 那你就尽量不要说我是周一的周 大家都不喜欢周一去上班 因为你那样说的话 对方虽然当然记忆的是周这个姓 但是他可能就给你贴上了一个偏负面的消极的标签